顺便看一看我们这个一万多人的德国南部的小村子长什么样 戴面纱的驴 新的一天从快走开始 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要去采购 在链架超市Penny可以买到甜点和面包 这种面包是加了减的叫Bretzel 在这里只卖39分 旁边的面包店卖幽园一个 每天早晨的快走是一天里的一个亮点 前面是第一个农庄 哇这驴子好矮啊 看起来已经一米多点 这应该是给小孩子骑的 他看到我来了 以为我会喂他 不行啊我可不能喂你啊 在旁边写了 不许喂驴 摸还是可以的吧 这家人你看啊 在驴脑袋上眼睛附近给他罩了一个罩子 面纱啊 戴面纱的驴 这样就可以防止那些蚊子 苍蝇叮咬他的眼睛啊 这家人好心啊 可惜刚才那家今天不开门啊 你看前面是大片的菜地 这个应该是喷药吧 喷水喷药 刚才问了一下这人 说是里边的确是撒了一点药 是有小虫吗 煎鸡蛋 然后还做的稀饭 吃早饭啦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我要去我们的市政厅办事就给大家顺便看一看我们这个一万多人的德国南部的小村子长什么样 这是我们的那个小镇呢 我们现在要去镇政府办点事 这里就是我们的镇政府了 像我们村啊 在市中心的地方有这种发博家 中文应该是叫半幕结构的房屋 这里就是我们村的图书馆 我们的村子不大 多过教堂倒是有几座 像这一座就是一个天主教堂 看看 这个叫Bromberg是黑莓 来来来摘一个 哇好酸